在现代农业人口老化 老农夫们往往一整天得弯着腰 将蔬菜种植下土相当的辛劳 而为了减轻农民朋友们的工作负担 农委会桃园农改厂研发了改良农业机具 叫做复挂可调形叶菜移植机 而且还在三只的有机农场来办理示范观摩 也希望透过移植机的帮助 节省农民在种菜时的负担 农业人口老化对于种植蔬菜的农民而言 一株一株植株种下土 弯着要一整天是相当辛劳的一件事 为了减轻农民的工作负担农委会桃园农改厂 研发改良农业机具 复挂可调行具的叶菜移植机 并且在三只有机农场办理了示范观摩的活动 希望透过移植机的补助 节省农民的种菜时间 也不再需要长时间的弯腰造成身体的负担 那像我们用那个蔬菜种植的那个菠种的话 像萝卜的话两分地半小时就可以种好 那如果老人家以前他们的想法就是可能要种一个礼拜 而且还是完整要再种 那我们是推着种 可调世人蔬菜移植机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研发了以后 我们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些的劳力短切的问题 因为这是最主要是 因为目前其实农村都是切工的问题 而且这个就是很多就是因为就是职业病 因为就是你用种的就是其实会造成你身体的疲惫跟那个 所以目前开发这个移植机 最主要是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农委会桃园农改厂研发的复挂可调行具 野菜移植机全台只有三台 分别在高雄桃园以及新北各有一台示范推广 而这次邀请新北市的野菜种植农友 到三只有机农场观摩与座谈 实际的机械运作 也听听农友们在实际的执行面上 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改进 非常地高兴我们这个陶改厂能够把全国只有三台其中一台 然后移到我们新北市来使用 但是我们新北市山坡地比较多 他们还有梯田 然后这个因为我看他们这个设计是两段式的设计 然后走动还有后面的后面的这个这个要下栽的这个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动力 那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以后能够再进阶的研究 让这个比较小型的这个义饮的这个义饮机就能够使用 或者中根机就能够使用 让这个真正达到这个因地制宜的这个农机 这个让民众能够达到省工而且智能的一个方法 那也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农改厂能够有对农民有这么大的一个协助 可以见到这台夜菜移植机是油耕云机的车头 附瓜上六行的移植设备 透过一人开车两人投放苗株的合力 将作物的苗栽种下 不需要弯腰也相当省时 不过需要三个人力也成为小农的考验 为此农友们也希望未来移植机能够更弹性 以及因地制宜的调整改良 让小农种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 事半功倍 这条平函三支采访报道